機車駕駛考照魔王關卡 直線7秒 考驗駕駕駛的平衡與速度控制 根據交通部公路總局統計 2020年國內領有機車駕照人數 多達1497萬人 但機車事故平傳 今年截至8月底 總計超過24萬件交通事故 造成2000人死亡 其中機車死亡人數高達1298人 占比高達將近64.9% 也因此以你未來考機車駕照 也比照汽車上路考 先進國家其實在機車 要真正拿到駕照之前 其實都會有一個所謂的 長考跟一個路考 要降低這個造勢率 其實就是要比照這個先進國家 目前歐美日本以及新加坡等國家 機車都有上路考規份 只不過機車路考執行上 較大困難在於 不向汽車路考時 考官可以坐在副駕駛座 也因此機車路考 預計分兩階段進行 第一階段是駕訓補助 希望駕訓班增加實際道路練習 第二階段則是在未來實施 機車路考 若是已取得駕照資格後 再體驗道路騎車較快速 反之則需要配套措施 本身這個機車考生 他還不具備有駕駛 正式的駕駛執照 所以就必須要有配套的 包括學習駕照 包括這個要有適當的一個保險 的一個配套 其實先進國家 他們在執行道路訓練 其實就是比如說 他們有點像車隊的形式 比如說五個學生 會配置兩個教練 一個教練是帶隊 那一個教練在後面 去觀察這些學生的駕駛行為 只不過就在取得駕照 前上路考教練車 不像消防車或救護車等 被納入特種車條文 這也代表沒有絕對路權 若一不小心發生交通事故 恐怕造勢責任歸屬 難以釐清 近新聞限維何孟哲 採訪報導